尊敬的各位法师 诸位大德,大家早上好 请坐 我们继续来学习文昌帝君音质文 昨天我们讲到荣人之过这一句 昨天我们学习了安事全书 这里面的解释 这前面的两小段 今天从第三段开始看起 世道必无可容处 而强欲容之 成难事也 然而不可不强也 这是教导我们 这个容忍之过 要在难容处去容忍 看到别人的过失 人家的错误 我们要包容 甚至到了 一般人所讲的 没有办法容忍的地步 但还要勉强的 去包容 那么这个事情确实很难 但是虽然难又不能不去做 不可不强也 这个强是要勉强的做 强迫自己去做 为什么呢 不这么做 自己就是造罪业 看到人家的过失 自己心里就动了烦恼 吸气 这就是造业 所以一定要 压制 心中 不能有 看人家过失 求人家这些过失的念头 那么 要如何才能够 做到 这一开始做勉强 可是勉强 坚持不了很久 那么我们就需要 明理 明白道理了 那么自然 这个 使而勉强 忠则 泰然 慢慢 慢慢 你就能够 泰然 处置 这个包容的心 就自然而然 生起了 所以 明理 就很重要 底下 就给我们讲 这个 明理 能够 让我们 扩大 新链 包容 人家的过失 所以下面讲 强 之法 奈何 这个是 强迫 自己容忍 这种方法 是怎么样的呢 那么 这所谓的强迫 实际上 是一般人 初学的人 看 这是一开始 要下 勉强的功夫 实际上 真正明白道理 就不是勉强了 就会甘心 情愿的 去做 所以他这里 讲了 三个方面 一 量比 无知 这是一种 原谅 对方 无知的 这种心情 这个底下说 天下 大抵 庸人 多耳 奈何 欲以 圣贤 则之 是 不至 原在 无也 这这么一想 就通了 这本来 天下人 绝大多数 都是 凡夫 俗子 有几个圣贤人 那么没有圣贤 没有做到圣贤 他肯定有过失 人非圣贤 孰能无故 我怎么能够以圣贤人的标准 去要求他们 反过来 有没有用圣贤的标准要求自己 圣贤人的标准是什么 这是商汤 汤王 说了一句话好 他说 万方有罪 罪在正宫 万方 这是指天下万民 商汤汤王 他是国君 天子 他的这种 风范 真的是圣贤风范 他说 天下万民有罪 不是他们有罪 是我自己有罪 我作为国君 我没有带领好他们 作为国君 不仅仅仅是国君的身份 还要做他们的父母 要养育他们 还要做他们的老师 要教导他们 所谓 做之君 做之亲 做之士 假如他们 犯了错误 那我这个做国君的 我这个做父母的 我这个做老师的 有责任 我要自责 不能够去责备他们 所以这个回心转意 这么一想 那么责任之心就放松了 所以 看到别人有过失 想要责备的时候 是自己没有智慧 不智在乎 不是他对方有什么错误 我有错了 我没有智慧 我动这些烦恼 所以赶紧觉悟 放下这些错误的念头 容忍之过 自然就做到 所以 你看 儒家圣人 讲究的是 这个君子行有不得 反求助己 也遇到有挫折 有问题出现 不要埋怨对方 埋怨自己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 二月 连笔寿短 这是可怜他 寿命短促 人 这下面说 人在世间 无以白举持续 过一日 则少一日 如求趋势 步步尽死 奈何 与此种人 而不生怜悯 这是一种 仁慈的心 可怜他 生命短促 他在这个世间 真的像白举过戏 白举就是一种宝马 跑得很快 他 他用很快的速度 越过一条 裂缝 这个戏就是裂缝 裂缝 很窄 这个白马 用这么快的速度 跑过去 这时间多么短促 这是比喻我们的人生 就像白举过戏 这过一日就扫一日 提醒我们 人生无常 生命就在呼吸之间 那么 每一个人 都好像 一个囚犯 已经被判处了死刑了 带着家属 一步一步的 走向 刑场 这古时候 行刑 一般都在菜市场 砍头的 所以趋势 这就是 走向 行刑场 步步进死 我们细细想想 我们每个人 不都是这样吗 刚一出生 已经注定要死亡了 过一日 这就是向死亡 走进一步 一步一步的 走向 断头台 走向 坟场 我们如此 天下 每一个人 不都是这样吗 为什么要跟人家 过不去呢 那么 看到 众生 这样子 真的要 省怜悯心 众生 没有超越 生死 被 生死 所 束缚 生死 就好像 枷锁一样 套在人的脖子上 人 没有得到解脱 什么人才能得到解脱呢 就佛法讲了 阿罗汉 那真正是超越三界了 出离生死了 他就不受这些束缚了 没正阿罗汉之前 那都是生死众人 所以我们看到他有过失 而原谅他 我们在一起相处的因缘 也是很短暂的 为什么要 死抓着不放 跟他过不去呢 所以把执着放下 这是从第二个方面来考虑 容忍着过 就心能生起来 第三 三月 事物要时 这是什么 想到 对方 这个过错 其实是我的 良药 药时就是良药的意思 就是他有病 实际上能够帮助我反省 提醒我也改过 这不成了我的良药吗 所以底下讲 过之所在 自己不知 今见不嫌 方能内心 事物失矣 敢语较量 常做事想 则能容也 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有过失 就马上要想到 自己有没有这个过失 有则改之 无则加冕 我们一般人 看自己过失 是非常难的 所以我们的过失 自己不知道 就好像古时所云 不失庐山真面目 只愿身在此山中 你在这个山中 你就看不到山的真面目 你要置之于局外 你才能看得清楚 所以我们一般人 看自己毛病 看不出来 看别人的毛病 看得清清楚楚 为什么呢 因为你对他来讲 你是局外之人 你是庐山之外 看庐山 当然你能看得出 真面目 看得清楚 那当我们看到别人 有过失的时候 是什么样心态呢 要立即反观自己 所以金箭不闲 方能内心 看到别人有不闲的 这个有过错 有这些毛病 我们要内心 所以古人讲 以人为敬 可以知得失 这个镜子 古人一般是以铜为敬 用铜做的镜子 磨得很光滑 可以照了 那时候用了正衣冠 以使为敬 可以致心涕 以人为敬 可以致得失 得失是谁的得失 我的得失 我自己有没有这些毛病 看到别人有优点 我有没有 随便三个人走在一起 三人行 必有我事 这三个人 这个我们师父的解释 非常好 一个是善人 一个是恶人 这两个人 跟我走在一起 这三人 同行 他们两个人 都是我的老师 那个善人 是我的老师 我要效法他 所以择其善者 而从之 他的那些善法 优点 我跟从他学习 把他的优点 变成我的优点 择其恶者 而改之 看到别 那个恶人上 这个身上的这些毛病 我得反观自行 改之 改是改我自己的 这些缺点 看看我自己有没有 所以要内心 所以 这些不嫌 的恶人 也是我的老师 所以事物事业 既然是我的老师 我怎么敢跟他较量呢 我怎么敢能批评他 批评他不等于是 顶撞老师 不恭敬老师了吗 这是大不敬 大不敬是最大的过失 因此 因此 这么一想 怎么敢 再去 看他的过失 那么佛法也讲得好 一切男子 是我父 一切女人 是我母 也就是一切众生 都是我父母 当我们看到 一切众生 有毛病 有这些恶习 我们如果还 死抓的不放 不能容忍 那么这也就是 大不孝了 这不孝不敬 就是我自己 最大的过失 所以不容忍之过 这是很大的一个过失 弟子归上讲 言人恶即是恶 即之甚 或且做 看到人家有过失 心里想着 口里还说 这就是大毛病 这就是大恶 讲人是非 平短论长 那就是大恶 急之甚 这个恶积累起来了 就变成恶贯满盈了 那祸且做 灾祸就临头 所以 这口业 怎么能犯呢 口业之所以会犯 是因为心上 意义上 还有这些恶 意念上 不能容忍之过 就难免在牲口上 会造作恶业 况且你看他有过失 你怎么知道 他不是菩萨 在来实现的呢 他用这些特殊的手段 来度化众生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历史上 宋朝 寄功 活佛 他一位出家人 看起来好像不守清规戒律 生活掉耳郎当 饮酒吃肉 但是他是佛菩萨实现 来度化众生 你要是看到他这样 在这里讲到这些故事 是用自己凡夫俗眼 来看圣人 自己就造作了极重的罪业 所以真正 有君子修为的人 绝对有这种哑量 能够包容 下面说 常做事想 这能容易 常常 都要提起这些正念 那么自然就能够容忍了 那么自然就能够容忍了 这个常 是横常 不能间断 这个 我们这个用功 就是念头 然后 总与这个善 相应 不让那些不善的念头 夹杂进来 能够把心修成 纯净 纯善 这是真正修行的 目标 成圣成贤 没有别的 就是 这个能够昼夜 都能够 常念善法 思维善法 观察善法 不容毫分 不善 见杂 这不善是什么呢 人家的过时 这是不善 你如果心里面还想到别人有过时 这内心已经把人家的垃圾给装进来了 常常这么样子去看人家过时 不知不觉 内心就变成一个垃圾桶了 自己糟蹋了自己 这何苦来呢 所以 这个修行 下手术 就是不见他人过 那么下面说 事故 未容之先 心 常造 继容之后 气自平 这说的真的是 这说的真的是 把我们的心里 说的太透彻 如果我们不能够容忍 看见人家有毛病 有过时 其实自己心 已经是佛造的很 心浮气造 所以才不能容忍之过 所以要让我们的心 长处于安静 修行 第一步 心得安静 把这个心 从外面 收回来 就像孟子所说的 学问之道 无他 求其放心 而已 这个放心 就是 你的心放出去了 孟子 他用个比喻说 说一般人 他家养了鸡 鸡要是放出去了 你把他要抓回来 你要求其放鸡 放出去的鸡 你要把他抓回来 这一般人懂 那我们的心 现在放了出去了 你有没有想到 要把他抓回来 从外面的这些 人事物的境界上面 收回来 这叫求其放心 这是真实学问 这样才能做到 心平气和 自然就有容人的哑量 这得真干 有位同修跟我讲 说现在 学了这些道理 看到别人的过失 我就不理他了 他怎么错 我都不理他了 这样行吗 当然有进步 看见人家有过错 不闻不问 他去干啥 他就干啥去吧 原来是 这个气急败坏 看着他 就想骂他 现在就不管他了 他就堕三恶道 就拉倒去吧 这种心态 还没有成功 还不是这里讲的容人之过 实际上 这种心 有没有容人之过呢 还没有 只是内心里面 有这些 看到人家过失了 能够控制住 不发作 就有一点点 这么点定功 但是还是差远 因为内心里 还会起对立 还会起矛盾 还会起冲突 换句话说 心还是心浮气躁 这个容人的心 还没有真正生起来 在世上 只是不去理会而已 所以我们学者 修学的人 去学着怎么用心 这里教我们这三个方面 就是教我们用心 体谅他的无知 所以犯着过失 怜悯他的寿命短暂 不要跟他计较 同时 反求诸己 以他为敬 以他为敬 认他为师 来改自己的毛病 你看 这样子的心 就跟道相应 真能这么容忍 心 心平 气和 气之平 怎么还会起 嗔恨的念头 即使是内心中 对立的念头 也没有 那么真正有这种 心量 那么 跟一切人 都可以和睦相处 下面说 心造 这荆棘满前 即 从已 一足 爱禄 这是讲的 如果我们心服气造 那么 实际上 就好像 前面的道路 布满了荆棘 挡住 挡住你的去路 你无从 下足 那么 又一个比喻说 心服气造的 你走路 就好像 虫子 蚂蚁在路上 都能够挡得住你 气瓶 则 城府 不设 虽 无悦 皆可 同舟 这 心平 气和 一切的 隔阂 隔爱 都没有 城府 这就是比喻 这些 城池 它是 防止 敌人 进攻的 这些 城墙 那是一种什么 对立 这种对立 矛盾 冲突 藏在 内心当中 即使是 极其的 隐微 这个 还是 难免 这个 会有 这些 对立 不平 产生 这里讲的 城府 也是 比喻 内心中的 那种 不可 告人的 身姬 很深 我们讲 这个人 很有城府 就是 他 心姬 很深 你看不出来 城府 好不好 不好 做人 要 坦坦荡荡 胸怀 广大 内心里面 不要 存着那些 机关 所以 心平 气和之人 城府 不赦 胸中 没有那些 东西 那些东西 实际上都是 障碍 心性 这些 垃圾 世间人 觉得 好像 很了不起 实际上 圣贤人 气质如 壁吕 他追求的 境界 那是跟天地 合一 你看天地 不设 这些城府 大共 无私 那么这下面讲的 虽无越 皆可同舟 这是讲到 春秋时期 吴国和越国 这两个国家 是敌对国 他们俩 两个国家 接壤 邻国 你打我 我打你 最有名的 就是 吴王夫差 跟越王勾剑 两个打仗 吴王夫差的父亲 被越王勾剑 打死的 在战争中 把他父亲给打死 他父亲临死前 问他儿子 夫差 你父亲 今天被越王勾剑 杀死 你这个 复仇 会忘记吗 夫差说 不敢忘 所以一心 就要复仇 后来 就把越王打败了 把夫差 把这个勾剑 俘虏 这个勾剑 这个吴王本要杀他 那个吴王底下 有个 有个大臣 叫吴子虚 这很有名 劝吴王夫差 一定要把越王勾剑杀掉 但是呢 夫差另外一个臣子 受了勾剑的贿赂 不断的为勾剑了美颜 夫差后来呢 也就赦免了 勾剑 勾剑还用美人计 献上西施 给夫差 这吴子虚呢 这个利剑 这个最后 被夫差给赐死 勾剑 卧薪尝胆三年 又灭了吴国 把夫差给杀了 所以吴越这两个国家 就是不共戴天了 这是什么呢 极度的对立 严重的冲突 那么真正啊 幼容乃大 无越皆可通舟 无国和业国 这个一般人看是不共戴天之仇啊 他们两个 如果互相容忍 这个容是心地上真的没有对立 和谐了 他们可以啊 同舟共计了 所以我们知道啊 对立 冲突 矛盾 这些都是什么呢 跟自信 违背的 这些啊 妄念 真正圣人 心里不会有这些冲突 所谓仁者 无敌啊 真正人 有人爱之心的人 心里没有敌人 有敌人 有对立 不是仁者了 所以这些学问 从那里做起呢 容忍之过 开始 下面说 又不能容忍啊 则 则必 与之角斗啊 求其 无过 而比过 欲多 苟能容忍 则 将始至 自残 不求 无过 而比过 自少 这些开示 都是太好了 真是教导我们呢 心地存养的功夫 这道理 我们要明了了 这个才能够落实 所以不能够容忍的 最后结果是什么呢 肯定啊 跟他对立嘛 与之角斗 相角 就跟他打起来了 对立 激化了 就成了 冲突 冲突 激化 就成了 斗争 斗争 激化 成为战争 所以 你要求其无过 你让对方啊 没有过错 那是什么 用这种 所谓暴力手段 去要求 那么 他的过错越多 他过错多 是在你眼中看 因为你要控制局面 你要让他 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思 来做 他的这些所谓过失 实际上呢 是不符合你的意愿 那就成为你心目中的过失 所以你要把他给改过来 他不肯改 你就跟他斗 用强力啊 威势啊 去逼迫他 结果你会发现呢 他会抗抗 他会反抗 结果 他在你心目中的过错 越来越多 实际上呢 实际上他没有过错 过错在谁啊 在你自己啊 佛法里讲的深刻 一切法有心相生 静有心造 他这个外人 那是你的境界 这个境界哪来的 你心所生的呀 你心里面有对立 所以你啊 觉得你自己跟境界就对立了 实际上呢 事实不是如此 事实是心静一如 心静不阿 这个境界就是你的心嘛 好像人做梦似的 梦里一切人 一切山河大地 一切的事物 不都是你的心 所变现的吗 换句话说 整个梦境 那么就是你的心嘛 如果你偏偏在梦境当中 分你分我 分字分他 还起对立 在梦里跟他干个没完 全都是你的内心 你在作怪 外面呢 外面没有境界 境界完全是你心中的景象 所以这是愚人啊 干的啥事啊 下面说 狗能容忍 如果能够容忍人啊 则将实至自残 你见到他有过失 你能够包容 不去说他 不批评他 他会什么呢 自己惭愧啊 不求无过 而比过至少 你让他没有过失 不要去求 就一味的反求诸己就行了 自己改自己的毛病 他的过错自然就少了 这真正的大德 就会这么做 我们看到啊 民国 红衣大师 这就是啊 他没有出家之前 是李淑彤先生 李淑彤先生 是著名的 啊 艺术家 诗人 文学家 他这个 琴棋书画都样样精通 才子啊 出家以后呢 一改过去的那些 公子稀奇 延迟纪律 成为一代啊 律宗大德 而持戒 不是用来 戒别人 是用来戒自己 啊 持戒人 很多会有一个通病啊 就是什么呢 一持戒了 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你看 我很有威仪 他们没有威仪 啊 我持这个戒律 他们不持 这个 我慢的心 就生起来了 啊 不能容忍之过 啊 看到别人过错 心里啊 就放不下 你看看 红衣大师 是怎么样子 红衣大师 不求人过 但求己过 看到人家有过失 反求自己 我没有教好他 我的错 所以他跟他的一些弟子们 在一起 看见弟子有过失 红衣大师 就不吃饭 啊 那红衣大师 已经很瘦了 啊 弟子们都很爱护他 一看他不吃饭 怎么行啊 啊 大家都慌神了 啊 马上检点自己 到底犯了什么过失 然后改过 红衣大师 不不说 他们有 有什么过失 自己责备自己 啊 这都已经成为一个规律了 所以当弟子们一看 大师不吃饭 哎呀 马上 自我检查 你看 不求无过 而比过自少 啊 跟你在一起的人 你不要求他们的过失 啊 你能够容他 你自己改过 他们的过错 也自然少 所以顾越 见人不适啊 诸恶之门 见己不适啊 诸善之门 这都是啊 非常精彩的开始 这是 说到啊 见到别人有不适的地方 人家有过错 这就是诸恶之门啊 谁的恶啊 自己的恶 我看到人家有过错 我自己就是入了恶的门了 见人恶即是恶了 这个在宋朝 有一位呀 文人叫傅碧 他的修养功夫啊 真是高 他能容忍之过 容到什么程度呢 别人骂他 啊 毁谤他 他都无所谓 好像听不见一样 这个有时候啊 他的这家人 听到之后啊 实在受不了 不能容忍了 就跟他讲说 某人在骂您啊 他说没有话 这个 他可能是在骂别人吧 家人说 明明指名道姓在骂你呀 他说 指名道姓 不会吧 他不应该骂我的呀 天下人 同名同姓的人很多啊 是不是他骂的是别人呢 你看 了不起啊 硬就是不见人的过错 实际上 他有没有见到呢 他肯定见到了 有没有听到呢 他肯定听到了 可是不放在心上 这叫不见人过 在内心里就不装这些垃圾 这就是圣贤君子啊 心地啊 存养的功夫 换句话说 这个恶的门摆在你面前 你硬就是不进去 你奈我何呢 一般凡夫 见了恶门呢 就往里头钻了 什么叫往里头钻呢 看见人家有过错 摆在心里就放不下了 这不就是钻到恶门里面去了吗 自己在找恶业 这弟子会教导我们呢 见人恶及内心 有则改 无加紧 这是正确的 见到人家有过错 不要去看他了 赶紧看我自己有没有 有就要改 没有 你要警惕啊 勉励自己不可以翻 那么底下讲 见人 见己不是诸善之门 这是看到自己的不是处 自己有过错 那是诸善之门 善门就开了 为什么呢 只有见到自己过错 你才能改 过耳能改 善莫答应 人不怕有过失 就怕不肯改 肯改的 再多再大的过失 都不怕 所谓浪子回头 金不换了 你真肯回头了 你就是善人 就像观无量寿经里讲的 阿舍世王 造作忤逆十恶重罪 临终忏悔 深切的 忏悔 结果 一心念佛 求生净土 能得到上品 终生 往生品位这么高 经上讲 善男子善女人 才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是 诸上善人 聚会一处 还不是普通善人 是上善之人 上等的善人 才能往生 那他造作忤逆十恶 为什么能往生 他能见自己 不是 他痛下决心 恳改 这就是善人 而且他忏悔力量 深 当下念头 转过来了 他就纯净 纯善 所以他是上善之人 所以我们见到这些人 造恶的 不能够小看他们 他们哪一天 猛意回头 往生的品位 在我们之上 我们还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看不起他的 最后麻烦了 不一定往生 见自己了不起的 那很容易堕落 为什么呢 傲慢心起来 唯有见自己不是 这个不是 说的难听一点 不是个东西 这才能够有入道 就像夏连居 老居士 在禁语里面说的 修道人 要看到自己 浑身不适处 这才是功夫得利处 红衣大师 你看这么了不起的大德 越到晚年 越谦卑 你看他最后写的这个文章 都是忏悔的文章 说自己什么呢 是啊 一事无成 人见老 一文不知何小说 这样子来形容自己 这是真修行人 见到的都是自己的毛病 天天都在改 因此天天有进步 那么这些 都是极重要的开示 对我们 修行 求生净土 是非常重要的 这基础的 课程 不可以忽略到 凡是 往生不了的 都是在这些 行持 修为上 大义 这个恶念头 还是没能够止住 这扇门 还没能进去 所以这部文章帝君音质文 有安氏先生的注解 真的是 把这个音质文 扒告 他不是讲的世间善法 他能够 通出世间善法 所以这部书 真的是容如是道 的一体 容伦理 道德 因果 哲学 科学 教育 的一生 真是精彩 绝论 难怪 印光大师赞叹 这部 安氏全书 是善氏 第一期书 说周安氏先生 是菩萨 乘愿在来的 印竹这些评论 一点不过分 谢谢大家